在1992年决定整个乐队去日本发展 去日本当然人家也认为一个新人 你也要参与他们很多的 电视台的一些综艺节目、宣传 其实一样都是要做宣传 但是当时的日本市场也大很多 他们也觉得可能会好些 他们就去那里了 参与他们的电视台的综艺栏目 有一次有一个综艺栏目 里面其实那个台不是很高的 只有一米半而已 比我的高度差不多 他就要跟另一个人在上面角力 本来大家想想 一米半就算跌下来也没事 结果他真的跌下来 结果他真的有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才落地 我还记得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我还在做娱乐节目 他是1993年的6月20号 就在那个日本综艺节目那里 跌下来受伤 脑积血 抢救到6月30号 前后总共10天 结果家驱就离开了我们的人生 享年31岁 但他的死当然未就这么结束 因为日本电视台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毕竟家驱是一个乐队的灵魂 Beyond 都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面的乐队 当然要赔偿的 赔偿结果搞成什么呢 听闻是赔了几千万 在93年的时间里面 几千万一个天文数字 按道理是否应该分三份 黄家驱一份 黄冠宗一份 黄家驱的弟弟 我应该我来做 黄冠宗就说 你都没有什么作品 反而我唱过那首大地都拿过金曲 为了这样 大家又真伦不优 到最后 大家都不要做主音了 我们Beyond乐队也都不要再做下去了 我们分开来发展 也都要说明 以后大家单非 也都不能拿Beyond这个名字 出去招摇宣传 比如你说我是叶世荣 Beyond乐队的叶世荣不行 你只可以说我是叶世荣 不可以加上Beyond乐队 但是当然这个世界 合九必分分九必合 我记得几年前 Beyond终之又再复合 是为了几年 家驱逝世 我记得好像是20周年 就做了个Beyond乐队20周年演唱会 这个作为对家驱的尊敬 但是此后他们又再拆火 所以我可能觉得 有时候母族的灵魂人物 对于一个乐队的打击是占领的 这个也是可能家驱一个最大的遗憾